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去世 商汤科技以其在计算机视觉技术 尤其是人脸识别领域的突出成就而著称 已经发展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企业 12月16日 商汤科技发布复告 商汤科技创始人 著名人工智能科学家 浦江实验室主任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因病救治无效 于2023年12月15日23时45分离世 公开信息显示 汤晓鸥于1968年出生于辽宁安山 1985年考入中科大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 1990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 随后赴美继续深造 1992年 汤晓鸥在麻省理工学院MIT 正式开始接触人脸识别的算法技术 1997年 在获得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后 汤晓鸥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2001年7月 汤晓鸥以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学系主任的身份 建立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 2014年 汤晓鸥创办了被称为中国AI四小龙之一的商汤科技 目前持股比例20.63% 为商汤科技实控人 值得关注的是 2022年6月14日 同为AI四小龙之一的矿石科技发布副告 矿石首席科学家 矿石研究院院长孙健博士 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 于当日凌晨离世 年仅46岁 全球人脸识别技术的开拓者 从麻省理工学院到香港中文大学 从多媒体实验室到商汤科技 汤晓鸥一直致力于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的研究 在汤晓鸥的诸多称号中 最为业内称道的是 人工智能科学家 全球人脸识别技术开拓者 回顾1992年 加入麻省理工学院 是汤晓鸥接触计算机视觉的起点 但港中大则是汤晓鸥发布 AI科研成果的核心阵地 2001年7月 汤晓鸥以香港中文大学 信息工程学系主任的身份 建立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 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 计算机视觉深研究之路 2003年 以儿子汤晓鸥的出身为节点 汤晓鸥逐步从实验室 走向商业探索之路 2005年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鸿江的邀请下 汤晓鸥接管视觉计算组和媒体计算组 为了弥补工作 忙不能时常陪伴孩子左右的亏欠 他开始频繁地给儿子拍摄照片 相册几乎涵盖了孩子成长的每个瞬间 但照片积攒到过多时 分类成了难题 于是 汤晓鸥成立了名为 Photo Tagging的课题 将儿子明明的大量照片 应用于视觉组实验数据中 研发出了照片标记软件 Photo Tagging 以及多图分割 实时图像检索 植入图片等多种技术 这场试验成为汤晓鸥将计算机视觉技术 推向实际应用的开端 即用人脸识别 人脸检测等人工智能技术 帮助用户管理 整理相册 2009年 依托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搭建联合实验室 汤晓鸥被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 EE推选为会试 同年 汤晓鸥教授与他的博士研究生何凯明 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孙健博士 评论文基于按原色的单一图像去物技术 获得顶尖国际会议 EE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 CVPR该年度的最佳论文奖 这是该会议创办25年后 首次有亚洲学者获得这项最高的荣誉 2011-2013年间 实验室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两大顶级会议 SCV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及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和CVPR上 发表了14篇深度学习论文 占据这两个会议上深度学习论文总数 29篇的近一半 在成立港中文多媒体实验室之后的10年间 汤晓鸥教授还担任包括 计算机视觉最顶尖的国际会议 ICCV和CVPR等多个重要的国际会议的主席 现任影响因子最高的 Atropie杂志 Atropi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POMI和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 影响因子最高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 IJCV编委Associate Editor 也是IJCV首位华人主编 汤老师从商 有了商汤 2014年 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迎来重大突破 当年3月份 汤晓鸥团队发布研究成果 基于原创的高CNFACE人脸识别算法 在LFW数据库上准确率达98.52% 彼时 人脸识别领域一直存在如何提高算法识别准确率的瓶颈 在当时 人脸97.53%的准确率被一度被认为是算法不可超越的天花板 然而 汤晓鸥将准确率提升至了98.52% 在人脸识别领域可谓创造了历史 此后 该实验室与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同时入选世界十大人工智能先锋实验室 成为亚洲区唯一入选的团队 福布斯评价汤晓鸥为中国人脸识别技术背后的面孔 也是在2014年10月 汤晓鸥带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的多名成员 一起创办了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原创技术公司商汤科技 其中包括商汤CEO徐丽 联合创始人徐斌 研究院院长王小刚 副院长林达华等 此外 曾与汤晓鸥在微软研究院共事的杨帆也选择加入商汤科技 还带去了一大批清华的学生 根据提交港交所的招股说明书显示 商汤科技的技术研发团队 由40位教授 2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 以及3593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 研发人员占比公司员工超23 商汤科技成立不久 便先后拿下了小米 华为 美图秀秀 以及FaceU Snow等客户 此后 商汤科技一路高歌猛进 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亮眼 与伊图科技 云从科技 矿式科技一道 并称AI4小龙 对于商汤的命名 业内有两个版本 商汤 是中国历史上农业 手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 早期汉字甲骨文诞生 并得到充分应用 该时期成为人类古代文明进步的重要阶段 公司取名包含了汤小欧希望商汤科技作为领军探索人 在人工智能领域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 成为世界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开端的愿景 但网络上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 汤老师从商了 所以叫商汤 今年最新的公开演讲中 汤小欧最乐于分享的 仍是他和学生的故事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开幕式上 汤小欧分享了他的三名学生 王小刚 何凯明 林达华 在深度学习领域追梦的故事 王小刚让机器的人脸识别 首次超越了人类眼睛 何凯明开发了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流行架构 深度残插网络Resnet 解决了深度网络梯度传递的问题 成为GPT等大模型系列的基础 林达华主导发起了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视觉算法开源项目 OpenMN Lab 在演讲的最后 汤小欧再一次感谢合作过的学生与老师 并援引了于谦 在电影郝老师的一句台词 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 而是遇见了你们 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 商汤科技上市后 市值缩水近85% 2021年12月 商汤科技在香港上市 在AR第一股的光环加持下 上市后的几个交易日内 商汤科技股价一路飙升 从发行价3.85港元 股涨至最高点近10港元 股市值最高达到约3200亿港元 手握21.73%股权的商汤第一大股东 汤小巫教授身家一月超300亿 但在上市后不久 商汤科技股价便陷入跌势 截至发稿时 商汤科技的股价为1.26港币 市值仅于420亿港元 距离历史最高点缩水近85% 与C加加伦融资后63亿美元的估值相当 11月28日 美国做空机构辉雄 Grisley Research LLC 发布针对中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商汤科技的做空报告 辉雄认为 商汤科技正在通过高度可疑的收入循环的方式 来人为的非智能的夸大收入 受这份做空报告影响 商汤科技股价在收盘时下跌4.86% 市值459亿港元 对此 商汤科技在11月28日发布公告回应称 该报告并无依据 且包含无根据的推测及误导性结论和诠释 其意缺乏对本公司业务模式及财务报告结构的基本理解 缺乏对本公司公开信息的全面解读 商汤科技表示 公司董事会正在审查这些指控 并考虑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在12日5日的最新公告中 商汤就做空报告上述猜疑做出了4点回应 其中关于汤晓鸥出售商汤股份的猜测 商汤表示 2022年6月30日及2022年7月13日 曾就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控股股东汤晓鸥 间接控制的该公司币类股份币类股份的分配分别发布两份公告 汤晓鸥仅凭借比间接持有各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股权 而被视为拥有并控制所分配的币类股份 且有关分配乃无偿向相关有限合伙人做出 截至本公告日期 汤晓鸥自商汤上定义人物与事件 影响 商汤科技与创始人汤晓鸥 商汤科技Sense Time是一家领先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开发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 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博士创立 迅速在全球AI领域展露头角 商汤科技的技术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 互联网娱乐 汽车 金融服务 远程教育 智能城市等多个行业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 商汤科技最为人所知的技术之一 是其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 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安全监控 身份验证 智能营销等领域 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人脸识别技术供应商之一 汤晓鸥的学术背景 与创业历程 汤晓鸥博士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她在计算机视觉 图像处理和深度学习方面有着杰出的研究成果 她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 推动了商汤科技的成立和快速发展 汤晓鸥的试试 汤晓鸥博士因为未公开的疾病于2023年去世 这一消息由商汤科技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 事实消息发布后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哀悼 商汤科技没有公布唐晓鸥的具体年龄 但她的去世对公司及整个人工智能领域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商汤科技的影响 汤晓鸥博士的去世对商汤科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 作为公司的灵魂人物和技术领导者 她的智慧和激情是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 然而 商汤科技表示将继续唐博士的一致坚持初心 不断探索科学前沿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 汤晓鸥博士的贡献不仅局限于商汤科技 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公司的范围 她的研究成果和商业实践为全球AR技术的发展树立了标杆 也激励了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创业者 她的去世是整个人工智能界的巨大损失 纪念与未来展望 汤晓鸥博士的事实让人哀悼 但她对科技界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 商汤科技及其团队将继续她的工作 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向新的高度 未来 商汤科技有望继续在全球AR领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为世界带来更多创新和变革 商汤科技 商汤科技 Sense Time代数 商汤科技是一家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为核心的高科技公司 成立于2014年10月 总部位于中国香港 公司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唐晓鸥联合多位科研人员共同创立 商汤科技 以其在计算机视觉技术 尤其是人脸识别领域的突出成就而著称 已经发展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企业 技术研发与应用 商汤科技的核心技术 涵盖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 数据挖掘等多个领域 其研发的人脸识别技术 在精确度和处理速度上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 金融安全 城市管理 自动驾驶等多个行业 为合作伙伴和用户提供了包括智能分析 身份验证 图像识别等在内的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与发展历程 商汤科技 采用B2B的商业模式 与政府机构企业客户合作 提供定制化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产品 自成立以来 公司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和扩张 先后完成了多轮融资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支持 估值迅速上升 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国际合作与影响力 商汤科技 在全球范围内 与多家知名企业和研究机构 建立了合作关系 包括高通 阿里巴巴 本田 麻省理工学院等 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和开放的合作态度 促进了其技术的全球推广和应用 同时也提升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地位 社会责任与伦理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商汤科技始终重视技术的伦理性和社会责任 公司积极参与公共安全 环境保护等社会项目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正面应用 并在隐私保护 数据安全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政策 以确保技术的合理使用 未来展望 商汤科技将继续致力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创新 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 公司计划扩大研发团队 加大对核心技术的投入 同时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市场机会 以维持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唐晓鸥教授去世后 商汤科技将继承其一致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 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在哪些领域得到应用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概述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是该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 它基于深度学习算法 能够在各种复杂环境下 准确地识别和验证人脸 这项技术自2014年公司成立以来 经过不断地迭代和优化 已经达到了业界领先水平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不仅在准确率和速度上表现突出 而且在抗干扰能力和系统稳定性方面 也具有显著优势 智能安防领域的应用 在智能安防领域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 门禁系统 监控系统等 它能够帮助提高安防系统的预警和响应能力 实现对特定人员的自动识别和跟踪 此外 人脸识别技术还被用于打击犯罪 寻找失踪人员等公共服务领域 有效提升了社会治安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金融行业的应用 在金融领域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为银行和支付系统提供了安全的生物识别解决方案 它可以用于客户身份验证 交易授权 ATM取款等场景 极大的提高了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 金融机构能够有效防范欺诈行为 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 零售与服务行业的应用 零售和服务行业也是商汤科技人脸识别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 在智能零售场景中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实现无感支付 个性化推荐等功能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此外 酒店、机场等服务行业通过人脸识别技术 提供快速的身份验证和服务流程 大幅提升了客户服务效率 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 随着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也被广泛集成到各类移动应用中 例如 在社交媒体、在线娱乐平台上 人脸识别技术可以用于用户认证 互动游戏、虚拟化妆等多样化的功能 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 而且开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机会 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应用 在教育领域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可以应用于考勤管理、远程教学等场景 帮助教育机构提高管理效率和教学质量 在医疗领域 人脸识别技术 则可以用于患者身份验证、医疗记录管理等 确保医疗信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尽管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隐私保护始终是技术推广中 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商汤科技在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 始终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采取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 确保用户隐私不被侵犯 同时 公司也在不断探索更加安全和可靠的技术方案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 未来发展前景 展望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日益拓展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有望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公司将继续投入研发资源 优化算法性能 扩大市场影响力 推动人脸识别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应用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常驻观察员 今天 我向大家介绍了商汤科技创始人 著名人工智能科学家汤晓鸥教授的去世消息 汤晓鸥教授是人脸识别技术的开拓者 他的研究成果和商汤科技的发展成就备受行业赞誉 回顾汤晓鸥教授的学术之路 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从麻省理工学院到香港中文大学 从多媒体实验室到商汤科技 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 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获得了国际认可 还成功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于实际场景 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相册管理 安全监控 金融安全等解决方案 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 在智能安防 金融 零售 移动互联网等多个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 公司的技术研发团队由众多教授 博士和科学家组成 他们的努力和创新推动了商汤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市值的飙升 然而 商汤科技上市后市值缩水近85% 受到市场做空报告的影响 商汤科技对做空报告进行了回应 并表示将保护股东利益 尽管如此 商汤科技仍然面临着市场的挑战和压力 尽管汤晓鸥教授的离世给商汤科技和整个人工智能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但商汤科技表示将继续汤晓鸥教授的一致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商汤科技的未来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它将继续致力于研发创新 推动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商汤科技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与我分享你的观点 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图片来源 商汤科技官网 用手非常 Marian 这ryn Kel нет 要刚才准质特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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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